現在我們本來就是這樣 如果是... 大家一起看 是 現在出門了 還有我的自愛水準 出發 早晨 大家好 我是馬友 今天是VLOG的時候 今早開完會就算了 我現在回來洗澡 GET READY 我在洗澡的時候 就想起其實我都很久沒有分享一下 我的Skin Care Routine 我想更新一下大家 我最近在用什麼 待會出門我就會去拍骨 帶你們去吧 先說明這個影片 全部都是真心出來 沒有一樣東西是廣告 首先就是我最近很喜歡 上網看一些Youtuber 去講一些護膚品的成分 我發覺其實都很重要 自己都想知道自己在塗的東西 究竟是什麼做出來的 我看一個外國的Youtuber 他叫做Hiram 這個Youtuber就在講這隻眼霜 然後我就覺得好像很棒 聽完他說之後 我就試一下 這隻是Origins出的人心眼霜 始終因為眼部的肌膚非常敏感 如果用一些有刺激性 或者成分比較天然 或者對皮膚那麼好的成分的時候 就是不是那麼好 因為眼睛不能回頭 我都已經用了大半間 我最近也在用這隻 Occasinus Batter 幾個Cream叫做The Cream 原來這支Cream也挺貴的 這支小小的30ml都要1350元 我自己覺得用了之後皮膚 真的明顯是好的 但原本就說 它會將你受了刺激和失去平衡的肌膚 重返健康平衡的狀態 可以幫你保護肌膚 免受自由肌的侵襲 和氧化的刺激 可以令到你的皮膚改善光澤 還有可以令到皮膚飽滿程度高些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追蹤我超級久的朋友 其實我以前是很長的 好像骷髏骨頭 靠很多的努力 可以令皮膚變得飽滿 看下去更健康 更年輕 這個Cream就有分一個叫做The Cream 和一個叫做The Rich Cream 但為什麼叫做Rich Cream 因為它是厚一點的 如果你是冬天或者是外國用 就會比較適合 Cream就是清爽一點 沒有那麼黏的 其實一點都不黏的 而且我自己的皮膚都很快看得出效果 如果我用的東西很敏感 或者它的材料沒有那麼好 一次就會馬上感受到 那我最近的皮膚治療程 除了塗完這個Cream 和眼霜之後 我都會加多一個臉油 我最近也是在用這個 Augustinus Batter 的臉油 它這個臉油 擠出來的時候 它有一個很奇怪的味道 而且它是黃色的 而且你很細滴已經夠了 超級少已經夠了 不用那麼多 千萬不要那麼多 那我就用它 鎖住皮膚表層 水分的一個保護膜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塗完Cream之後 如果你不塗了一層油 那些東西就會容易蒸發 或者是補完水之後 究竟是不塗在皮膚裡面 很多時候都會塗油打底 那剛剛的產品 我就試了差不多兩三個星期 另外我自己在喝的東西 就是這兩個 兩隻都是FANCO的 一隻就是FANCO的TENSE UP 另一隻就是FANCO的White Advanced Drinker 因為我皮膚有一些很難退的色素 例如這顆東西 然後我有一顆瘡 真的很想令到膚色均勻一點 所以我就有喝這個 它聲稱可以極速白礦斑 美肌飲品 技術就是激退色斑 所以我自己也有喝這個 而且我沒有記錯 因為它這個瓶沒有寫 但它的盒子好像有寫 是沒有糖分的 健康一點 瘦一點 不會肥的 但味道方面 一定不及TENSE UP TENSE UP是超好吃的 3-40盒都有 最近PICK UP TENSE UP就是三泰膠原蛋白 這個三泰膠原蛋白的意思就是 它的粒子可以去到皮膚裡 那你骨膠原的份子很大 你可能吸到皮膚之類 但你是不是真的上到臉呢 那這個三泰膠原就是一個專門專門 令到骨膠原可以上臉的一隻骨膠原 它就可以改善乾燥 皺紋 皺紋 毛孔粗大 鬆弛 等腦化直象 我不是說我要防止腦化 我只是想令皮膚飽滿一點 而且細紋沒有那麼顯 這是真實個案 但我自己有時候很辛苦工作的時候 我會有一些細紋出來 通常看到細紋出來 我就會很害怕 我就會拍兩支TENSE UP 其實它不推薦你睡覺前喝的 它是推薦你餐後 即是吃飯後喝 但我就是選擇在睡覺前拍兩瓶 然後皮膚好像敷了很多的面膜 然後那些紋真的會沒有了 因為我現在皮膚是處於一個 欸!快要有一點紋了 欸!不過還沒有啊 欸!你好好保養就沒有紋啦 你不保養就有紋啦 你不保養就有紋啦 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所以我覺得TENSE UP 是夠到這個我 所以我就保持著喝 但有點貴 很貴 要不需要30元一支呢? 總之不便宜的 決定了喝三個月才好喝 你不要覺得買一盒回去試一下 那就沒什麼意義 因為一盒只有10天 好了我現在先吹頭 然後我就準備準備出門了 哎呀!換了衣服 準備出門了 我想說我最近買了一雙新鞋 這裏是Nike和Sakai的Crossover 那大家之前見過它其他款呢 都是這樣的 終於有些不一樣的款 即是它一向都是玩Double Layer 很漂亮 另外這個款還有橙色的 給你看看 哎呀!我想說這雙鞋是超級好穿的 超舒服 你們覺得橙色漂亮點還是綠色漂亮點 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自己覺得好像十文就綠色漂亮點 好啦!投票告訴我吧 這個是我的袋子 我最近最喜歡用的是它 這個是3CE的唇膏 那如果是忠實粉絲 我的頻道 都見過我曾經有很多不同的3CE唇膏 那這個呢有什麼好呢 是它呢 這顏色是很薄 很自然 但是很漂亮 那這顏色呢 都是很薄的 但是很自然 而且已經純熟到是不用看鏡 完全不用看鏡 是不是很漂亮啊? 嗯 它是水得來有少少潤 而且如果大家覺得顏色太淺 其實可以塗多一層 所以可以更厲害 但是我通常就是塗一塗 我現在就輕輕塗給大家看一下 第二層 我塗少少好了 而且因為它是Tint的乾淨 它是極度長長的 所以非常之好 而且我自己其實是買了很多很多顏色的 我平時自己的背包裡面 其實我代了三支 但兩支一樣顏色 真的了 沒有騙你 但是我最喜歡的顏色呢 我擦的這支顏色 就叫做 Bake Beige 而且如果我想它最紅一點的時候 我就會塗這個 Pink Guava 而且我待會拍完骨頭之後 我就會去一個 香港代購的一個店 我想另外分開拍片介紹給大家 那為什麼這間店這麼特別 就是因為它有買一些 新的手袋 一些很難買的手袋 但是它都會在歐洲找到人去買 然後價錢也非常之 我覺得不過分 值得推介給大家的店 那是一個門口 來的 那就變成是 現在我們本來就是這樣 對 如果是 大家一起看 是 現在出門口 還有我的一支 我的水樽 出發 好 來到了 這個灣仔的地方 好 謝謝 我的中醫有點害羞 她不太想上鏡 所以呢 看不到任何拍片 但我現在已經 唉 被它調整完了 我的寒背又好了 我的胸肌又出來了 我的腳的比例又好一點 然後屁股的左骨神經又調整正常 現在的我簡直是充滿力量 準備下一集去這個 Fly & Styling 代購的一間店 在佔山咀 因為它們有很多故事 分享給我的subscribers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 名牌手袋 Bandy Celine Chanel 到底代購店是怎樣營運的呢 怎樣營運的呢 很多人對代購的概念都不足夠 如果大家想看的話 就記得留意我下一條影片 因為那條影片會非常詳細的 OK? 大家記住要訂閱和訂閱 還有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頻道 記得要參加我的愛馬仕同學會 連結都會在Description box裡面有 那就可以支持我的頻道 繼續拍一些好的影片給大家 如果想分享一些買東西 哪裏有好的Discount 哪裏有好東西買 不妨參加我的Telegram 在裏面跟大家分享 好 下條影片見 我現在過去了 拜拜 我的中醫有點害羞 它不太想上鏡 所以 拍不到任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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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會不會